《一夜风流》英语It Happened One Night 是1934年上映的一部美国脱线喜剧电影 带有神经喜剧的元素 由克拉克、盖博与克劳黛、考尔白主演 本片是意大利美国导演法兰克 卡普拉的代表作之一 也被认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相当重要的一部电影 这部爱情喜剧电影也几乎成为了一种母版 后世有许多电影都参考了本片中的情节 本片是第一部获得五座奥斯卡主要奖项的电影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1934年第七届奥斯卡金像奖 另两部有此殊荣的电影 分别是《飞越疯人院》及《沉默的羔羊》 剧情 被宠坏的女继承人艾伦 艾丽·安德鲁斯 违背了她极其富有的父亲亚历山大 安德鲁斯的意愿 与飞行员兼财富猎人维斯特利 金斯奔 亚历山大 安德鲁斯想要取消这桩婚姻 因为她知道 维斯特利真正只对艾丽的浅感兴趣 艾丽在佛罗里达州跳船 登上灰狗巴士 前往纽约市与她的丈夫团聚 她遇到了同行的乘客彼得 沃恩·皮特·沃恩 彼得是一名最近失业的报社记者 很快彼得认出了她 给了她一个选择 如果向彼得透露她的独家故事 她将帮助艾丽与维斯特利重聚 如果不 她会告诉艾丽的父亲 她的行踪 艾丽同意了 他们经历了几次冒险 艾丽不再有对彼得最初的蔑视 他们开始坠入爱河 公共汽车坏了 他们开始搭便车 他们没能搭上车 于是 艾丽向下一个司机单客 展示了一条匀称的腿 他们在途中停下 单客试图偷走他们的行李 但彼得追上了她 没收了她的T行车 在他们的旅程即将结束时 艾丽向彼得表白了她的爱 他们住的汽车旅馆的老板 注意到彼得的车不见了 然后驱逐了艾丽 艾丽以为彼得抛弃了她 打电话给她的父亲 她同意让艾丽嫁给维斯特利 与此同时 彼得从她的编辑那里 弄到了取艾丽的钱 但她在路上错过了她 尽管艾丽不想和维斯特利在一起 但她认为 彼得为了赏金背叛了她 因此同意与维斯特利 举行第二次正式婚礼 大婚至日 她终于将原委告诉了父亲 当彼得来到艾丽的家时 安德鲁斯向她提供了奖金 但彼得坚持只要她的费用 即为了购买汽油 她被迫出售的物品 那是微不足道的39.60美元 当安德鲁斯要求彼得解释 她的古怪行为 并要求知道彼得是否爱她时 彼得先是试图回避这些问题 但随后承认 她爱艾丽并冲了出去 维斯特利乘坐悬翼机 声势浩大 前来结婚 但在仪式上 安德鲁斯向她的女儿透露 彼得拒绝赏金 并告诉她 她的车在后门等着 以防她改变主意 在最后一刻 就在她说 我愿意 之前 她决定 不参加婚礼 艾丽将维斯特利扔在教堂 向她的车狂奔 在新闻摄像机拍摄下 开车离开 几天后 安德鲁斯在办公桌前工作 这时 维斯特利打电话告诉她 她想进行财务结算 而不是对毁婚提出异议 安德鲁斯的行政助理 给她带来一封彼得的电报 是什么阻碍了无效婚姻 你这个慢吞吞的人 杰里克的墙正在倒下 这是指一堵临时墙 用一条毯子挂在一根绳子上 绳子积在房间里 将他们睡过的床隔开 以便在二人旅行时 寄予他们隐私的临时墙 有了婚姻费除令 安德鲁斯回复说 推倒这堵墙 最后一幕是彼得的破旧梯行车 停在密歇根州 格伦福尔斯的汽车厂 夫妻店主两人议论纷纷 想知道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夜晚 这对新婚夫妇 他看过结婚证 想要一条靓衣绳 一条额外的毯子 以及一个小吸喇叭 当他们看向小屋时 喇叭响了 毯子掉在地上 小屋里的灯熄灭了 谢谢收看您的鼓励我的动力 请点赞转发订阅